那么第三个问题还是从这个问题来的 他说写牌位现在一般到场牌位有分等级的 我听说分很多个等级 有大牌位中牌位小牌位 价钱不一样 他说有一千的有三千的 是不是写三千的大牌位能够消得多 能够消得快 你们想想这个合理吗 能不能合情合理 如果果然这是事实 那实在是这样 这老天对人太不公平了 有钱的人就能消灾消得多消得快 穷人这些灾难永远没办法消除 这个获利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了 消除业障啊 排位写的再大 写成十层大楼那么大的排位 说老实话 也消不了灾呀 也免不了难啊 灾难是怎么发生的 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啊 找出来之后 将这个因素消除 你的灾难就没有了 这才是真正合情合理 现代 所谓是科技非要的时代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反而越来越迷惑颠倒 这真是一个怪现象啊 我们想想 何以有这些怪现象 我猜想啊 大概是现在 一般人民 生活富裕了 富裕了啊 就贪生怕死 那于是乎种种迷信 自然就延伸了 你看在四五十年之前 半个世纪之前 二次大战之中 和大战这个结束的初期 一般人都非常贫困了 好像这些问题在社会上 没听说过 大家都忙着自己的意识 哪有功夫来想这些事情啊 这是一个社会 反常的反常的现象 不是一个如理如法的现象 我们一定要用冷静的头脑 去思维 去观察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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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将求啊 礼啊 或礼 或情 或法 我们才能够 采信 如果与清理法 相违背 决定 决定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要让他来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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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